這個就是主要以後如果你的那個資料從database裡面抓過來 通常的話也許你就丟到正列吧 也許就是直接丟 丟到那個我們的使用者端 那這個地方當然他是動態的丟啦 所以是基本上還是在那個HTM架構裡面 去丟這個表格 所以幾個重點 第一個如果說你沒有頭緒的話 你可以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按建立之後的話 直接在這個地方直接插入一個什麼表格在這邊有個表格 那表格就久藍久裂 寬度的話大概設個700好了 那框線的出息大概1 按個確定 久藍久裂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就會第一個 一定會有個table 然後上面有個wise wise就寬度 Boulder就是他的 那個那個格線 格線唯一 再一個TD 所以TR 所以特別注意 什麼時候要加TR 一般當然是在那個I的地方加 有沒有I I的頭 跟I的尾 所以呢 其實這樣想起來 推理就是 你就把那個 開頭的TR 放在那個I回圈的大瓜湖 應該大瓜湖的 上一行吧 應該是大瓜湖的下一行 然後再到結束這個大瓜湖結束的時候 的上一行 就會有個TR 在後面斜線TR 這樣就是什麼 一定 那中間的話 你就分別加 再串接那個TD TD 其實就OK了 所以 所以我 你如果說你沒有頭緒的話 你可以先用這樣的方式 甚至 如果他比較笨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你這邊 輸入一個什麼 1乘上1 等於1 有沒有 如果你這樣大概做 1乘上2 等於2 然後呢 再切過來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實在沒有頭緒嘛 反正一定是輸出這樣子 然後再怎麼樣 就是 這個數字 這是I嘛 然後再來就是追 再相乘 所以頭 跟尾 一定是這樣子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 把這個弄不出來的話 以後你要輸出資料 就會出問題 其實以前 我印象中最早 因為最早我是寫ASP的 寫ASP最早 最頭痛就是這個地方 每次這個 都會卡很久 就會 對那個 表格不太熟 所以會 出一些狀況 所以 特別注意 你 還是要先了解一下 做完當然你要把表格上顏色 比如說你要上什麼粗細 顏色的 做完沒關係 你就修改他的table 後面的屬性就好了 反正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再貼過去 OK啦 那做完大概就是這樣 我做完給各位看一下結果 第一個 我們一樣 就是 前面我是給個標題 99乘法表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 因為這個是 HTM 所以我就不放在 那個PHP裡面 就是 table的開頭 那table是 Wise是700 然後boulder 我就把這行放進來 然後斜線table是結束 所以一定是放在PHP的 上面跟下面 OK 就是table 再來就是 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話呢 我就在 這一個 I的 下面 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TR 特別注意 丟怎麼樣丟一個TR 用echo就好了 有沒有 一個TR 幫幫我丟一個TR 那TR之後的話呢 要放裡面的TD 那就會換I 那 換J J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一個儲存格 所以呢 就換個TD 這個TD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等於什麼 兩個相成的結果 特別是這個點 點的話就是 串接的意思 PHP裡面串接 像那個 加碼是用加號 那個VB AND 那PHP是用點 所以你要習慣啦 以後看到點不要以為 這個怪怪的點 這個其實就是 串接符號 串接 這個 相成的結果 然後再串接 把剛剛的BR換行 改成斜線TD 這樣的做法就是 當我剛開始的時候 TR TR就是先起一列 然後追的話就是起一個格子 TD就是一個格子嘛 那這個格子是在這裡 這個格子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就把什麼 這裡面的東西 塞到這個格子裡面 一個完之後換下一個 那就下一個 那總共有幾個格子 九個嘛 一直畫完了 對不對 然後TR結束了 再換下一個TR 然後再一個格子 然後再一個格子 兩個格子 一直 全部都畫完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完的話 最後記得在 這個大瓜壺的 開頭做一個 TR 在 這個大瓜壺的裡面 做一個結束TR 就是結束這一列 TR是列喔 然後裡面一個個儲存格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這樣執行一下 看到結果 應該就是我們預期的 有沒有 這樣子一個 這樣再一個 三個 一時類推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將來應該還會有很多機會派上用場 就是你跑一個回圈 把Database裡面的資料 抓出來之後一個一個塞進去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然後畫面一圈還給各位